抗议蔡英文当局的所谓铁龙公投 国民党号召民众举行七七上海道示威活动 今天下午活动在蔡英文办公室前登场 除了抗议蔡当局的做法外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五位参选者也齐齐到场 让示威活动有了初选催票的味道 相较于过去的造势活动多在冬天举办 今天现场36度高温 对于蓝粉的忠诚度着实是一场大考验 这也是蔡英文办公室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抗议民众 因为上个月台立法机构是通过了所谓的公投修法 大幅提高了公投的门槛 同时也是将公投与大选脱攻 不仅是被讽刺说这叫做所谓的铁龙公投 同时也是被质疑 这就是为了选举的操作 所以今天国民党是号召了大批民众 聚集在蔡英文办公室门前抗议蔡当局 同时也是喊话2020要让蔡英文下台 国民党指出其实民进党的盘算很简单 评估对民进党选情有利 就是所谓的公投榜大选 如果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 就是通过所谓强行修法把所谓的公投没收 这样的投机作风已经引发台湾民众的愤怒 而由于国民党将在明天展开 为期七天的2020党内初选民调 五位参选人都登台发言 也像是造势大会 同场较劲但枪口一致对外 蔡英文下台对不对 我们今天是拒绝绿色恐怖的大会 大家说对不对 今天要跟绿军朋友讲话 我要跟中间选民年轻朋友讲话 不要再被蔡英文骗了 执政三年不用心 选举到了以后搞冲突搞对撞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以及多蔚蓝英明代道场 这场抗议活动 也然成为了国民党2020初选的造势大会 吴敦义承诺 国民党如果重返执政将拨乱反正 在台湾经济 社会治安 以及两岸关系方面做全面改善 号召民众2020要飞蓝不投 五个候选人都非常出色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四个字 挥蓝不投 好不好 项目卫视驻台记者苏畅 台北采访报道